好了,我们现在用这个 高利多前书三章十二节 去十五节 用这个讲道 释放一下 刚才是讲的解续这个经文 首先 这个反面例子 你们开始讲的 不是每一次都是反面例子 但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说了 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工程 都要被火试验 都要显露出来 但很多人听了就觉得 听了但没有放在心上 就不会认证的 信耶稣也是这样 将来要审判 将来才算了 将来快要死的时候才算了 现在不要理会 但神审判了 我们的时候去看整个生命 而且他们会觉得 我现在享受世界 临死的时候 我就信用神 我就两样都有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是追求世界 其实很多困难痛苦的 很多人有钱也很痛苦 很多人追求世界上的事情 得不到 很痛苦 得到也痛苦 所以 可能就没有看中 神是掌管一切的 地和其中所有的 世界和住在其中的 都属于和尔 所有的恩典都属于和尔 神要祝福你 神凡事都能做 刚才老师说 他有这个老化情况 但我告诉你 我72岁 没有老化 没有近视 没有眼视 不需要戴眼镜 这个就是 神看到我们的心 神会 赐给我们 需要的一切 神去掌管一切的 他知道 我需要写很多很多的教导 所以他给我这个 眼镜的 非常美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我感谢神 就是人没有看到 所以 就这个反面的例子 是说 就放弃生命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放弃生命 我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做传道 他们做什么工作 不要紧 你做什么工作 都可以拥有神 神也喜悦 就祝福你 整个生命 所以这个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的话 你听从神 神反其祝福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 其实 首先是 这个根基是恩典 神的属性是 祂是美善的 祂蛮有能力 祂能够改变人 基督耶稣 是这个根基 我们有这个根基 我们为耶稣所做 就建立在这个上面 很多的根基是什么 钱啊 家庭啊 家庭没有问题 但他们追求 医生人都去追求 钱啊 家庭啊 他们的建 建造 是在这个家庭上面 我要我的儿女 这样来啊 赚很多钱啊 结婚生 儿女啊 都是追求 世界上的事情 他们医生人最看重 就是我的家庭怎么样 或者是我赚 是不是赚的 钱 但 神来说 祂的根基最好 因为在这个根基上 所有真心为神做 都涌存 我们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 是涌存的 你的房子 有一天都没有了 你的钱都没有了 你吃的食物 都要去到洗手间了 所有都要过去 所以神建造这个根基 这个根基给我们救恩 也给我们 所有在上面建造 都涌存 而且当神看到我们 去建造他 在他上面 他就非常喜悦 他有这个能力 这样所有福气 都赐给我们 整个生命就能福了 然后神有另外一个属性 他是公义的 这里有讲到 这个公义 因为他会将我们 所有所做的 都显露出来 所有所做的 每一天 什么时候 你怎样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有人说 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公 不要看他怎样对你 因为他必定对你好 他追求你的时候 你要看他怎样 对他的家人 你要看他怎样对待 老人 因为他怎样对待老人 以后他也会怎样对待你 这是他们没有看到 这个生命最重要 不是显在人的面前 而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整个生命的流露 神看到很清楚 我们现在反思一下 你的生命 有多少是神喜悦的 现在显露出来 你看神看到什么 如果你有圣灵 住在你的里面 你会里面有扎心的 你说 我建造很多都是为了自己 你现在悔改 还不是太迟的 神祝喜悦 就祝福你 我们所有所做的 无论是犯罪 或者是为神做的 有一天都要显露 有些他们所做的 什么是金银宝学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按照圣经的方法的 就是用谦卑的方法 荣耀神的方法 葬选神的荣耀的方法 去宣扬神的美善的 这些方法 去万幸人的爱人的 神就喜悦 都要显露 但很多人 他们侍奉带了很多新主 有些人侍奉带很多新主 但他带人去跟从他 去跟从教会 不去跟从神 与神的关系 不去很亲密 不去 信徒不去看到 哇 神真美善 他们是说 墓序真好 教堂真好 这个没有问题 墓序很好 教堂很好 但如果墓序传道 没有让他看到 最美好不是我们的教堂 不是我们 是神的美好 你看到神的美好 这样的话 他所做的就是 金银保存 就会保存 这个神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力量 改变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有 很多草木和剑 我都有 神改变了我 我圣灵充满之后 神开我的眼睛 看到我所做的很多东西 都有问题 我都 就在神面前 回改身了 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错的 很多错的 求你赏养我 求你帮助我 以后真的保守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都是蒙你喜悦的 都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 用金银保持 用神的方法 用神的心态 神的工作 我才会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神的恩典 不但去赏赐 是我们会改变 是神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 这种神 怎样改变 我们是不是 我们以前曾经 怎样犯罪 有没有曾经犯罪 有没有夺取 神的荣耀 有没有 做的事情 半导人 这些 神就感动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 是不荣耀神的 是修会的 神就带领我们 回改 这是很大的恩典 神不是骂我们 打我们 神是用 很游和的方法 你发觉 现在我讲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到一些 罪 可能你想到 你曾经骂人 你的配偶的关系 有些不好的地方 神就会很游和的 感动你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神首先赐给我们 这个更新的生命 然后鼓励 鼓励我们成长 鼓励我们成长 然后我们转过的时候 祂还是忍耐地帮助我们 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圣经有鼓励 你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气 所以你就可以开心了 所以我们跟从圣经的方法 留意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因为我所做的是神学 我们就开心 有一天要火药试验 火药试验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惧怕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很多是为了钱 其实我接触不同的非洲的牧师 我曾经去非洲很多次 我现在也直播去非洲 他们有些人告诉我 有些牧师是寻找 物术的能力 物术的能力来 物术 是不是 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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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啊 某啊 一个功能的好啊 一个功能的好啊 物术 是不是 物术 他们用物术的能力 竟然尽力 邪灵的能力 以为是邪灵 以为是圣灵 我也曾经在宣战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 有些人很跟从他 但他 对我说什么话呢 我看到空中小姐 你飞机的时候 空中小姐 我在晚上都会 欣赏这个空中小姐 我说 你为什么会谈这些事情呢 他说 起码我会说出来 有些人做 但没有说出来 但我说 想和说都是错 想 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是 破坏我们生命的 就会 将你的整个生命破坏 但这个人 也许 说是目序 然后他讲 我也很祷告 我发现这个 张神是很奇怪的 为什么呢 这些人 踢啊踢 跳啊跳啊 需要四人 拿住他们的手和脚 否则他会踢人 我觉得他 是被邪灵充满 不许被圣灵充满 这是这些 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与神的关系 错误的问题 我要实验 所有都要释掉 都要消去 神的恩典 鼓励我们不要这样 否则就是浪费生命 我们就 有些时候 我会叫 叫恩典 也叫悔改 不一定是分开讲的 可以一同讲的 神就建立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有忍弱 他还是带领我们悔改 柔和谦卑的带领我们悔改 然后建立我们去侍奉神 我们为神做什么小事 神都喜悦 我们就可以开心 这个就是恩典 而且有永恒的赏赐 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赏赐 永远存留在我们的永恒里面 这个是非常美好 但有些他们工程被烧了 所以这个也是神的属性 就是他的审判这个属性 公义 他必定审判 这个人所做的都要烧掉 有些会紧紧得救 他紧紧得救还是好 但如果他紧紧不得救 紧紧不得救的话 就很严重了 他没有这个与耶稣的关系 我们得知是本乎恩 这个信 不是靠行为 但信心必有行为 如果他完全没有行为 没有好行为的话 他可以去不得救的 耶稣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有多少人跌倒 许多人 且要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将来很多人 所以我的心里面很 为这些人挂心 我希望你也挂心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 他们以为是得救的 但有一天他们可能是不得救的 我们见到这些人就告诉他们 神是真实的 有很多证据的 其实我有这些资料 证明有神的 都放在这个电脑里面 你可以拿一个U盘来 就可以放进你的U盘里面 带回去 放在你的电脑 证明有神 证据 很多证据证明有神 我们所做的 有一天都要显露 如果你真心与神有关系的话 你有永恒的赏赐 是非常美好的 但那些人 他们生命有问题的话 非常的恐怖 尤其是他们在教会长大 而且在教会讲道 如果他们讲道的时候 能讲不能行 有一天可以去地狱的 就非常的恐怖 这个我们知道神的 这个恩典也有他的 这个审判 他的公义 现在我已经讲了 这个恩典和这个警告 然后如何呢 如何 首先我们是要处理 这些垃圾 有些人以为 审判的日子 还有很长的时间 将来是将来的事情 不要紧的 现在懒惰也不要紧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紧 但其实这个是谎言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都浪费 他们的生命 而且我们是在 年轻的时候 学习最好 我感谢神 我信耶稣的时候 是19岁 我感谢神 我信主的后 我就各方面都学习 我感谢神 其实我各方面都学习 也传福音很多 我的软弱当时是 没有处理所有的罪 但我是很热心的 有些热心的人 还是没有处理很多的罪 但我现在是处理 我所有的罪 这个就是我当时 是神改变 我就善用我的时间 从年轻的时候 就学习很多 各方面都学习 就预备我现在 能够这样服侍神 所以不要以为 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才侍奉神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献给主的更好 而且神就欣赏我们生命 整个生命就被提升了 所以除掉这些垃圾 以为神看不到 有些人以为神是忙的 聋的 看不到他们所做 听不到他们所说的 真的很难去这样想的 你问他神是不是忙的 他说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做这么犯这么罪啊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还会有报恶乃 你们有没有这句话 报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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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小三了 有没有 这个还是有的 为什么还会说闲话呢 还会犯罪呢 没有心去侍奉神呢 不一定是做传道人的侍奉 每个人都可以荣耀神 帮助人 为人祷告 看反人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除掉这些观念 就是以为不要紧 但其实神知道你的心 神知道你的心说 有一天我会侍奉神 但现在我会懒惰 神知道这个生命 这样的话 神不能在这个生命里面 做大事情 好了 除掉这个 然后我们就 从圣经找到这个根 这个基础 我知道我所做的 是神纪念 而且是神感动我做的 每一次神感动我 帮助人 聊述人 善待人 是神的感动 是 好像以前 皇帝杀的主义 皇帝杀的主义 我们不 不敢不做 是不是 皇帝 杀的主义 每个人都赠从 但 万亿王就亡的主义 很难就近看 这个 我觉得很矛盾 为什么 万亿王就亡的主义 原看为虚 不重要 但他们看电影 看电影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上方 上方宝剑 这个宝剑 来到就能 好像 皇上就来到 他们很看重 这个电影 很sensit 但这个 万亿王就亡的主义 我们却不看重 这个主义 看到什么呢 我们跟从他 我们就有 尽营宝学 我们用神的方法 谦卑的 祝福人 谦卑的 扶恤人 爱人 荣耀神 神就纪念 神纪念 圣经应许 必定赏赐 必定大大的赏赐 所以 有圣经的话语 做根基 我们就会有 动力 我要跟从神 我不要浪费 我的生命 然后 信进神 必定是信进神 因为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借果子 因为离了他 我们不能做什么 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 传福音 一边祷告 也常常祷告 里面就有 怜悯人的心 一边写讲章 也一边爱慕神 一边讲道 一边想着神 一边想着神 圣经说什么呢 敬畏神的人 讨论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赐耳而听 这个非常奇妙的 进句 神会赐耳而听 我们说的话 神看中我们 所做的一切 所以 我们就 有神的同在 就有力量 有力量 就能够 荣耀神 然后 实际上 实际上 可以做什么呢 见到有人 我们就建立 关心他们 教会有的人 关心他们 探访他们 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 与神的关系 同时 也可以受训练 受训练 怎样服侍神 怎样祷告 怎样有能力 怎样带领敬拜 怎样看法 怎样传福音 都可以操练 然后我们做的 神就喜悦 神越喜悦 就越提升 越提升 就去到 越高的层次 挑战 那你愿意来一样呢 你喜欢经营 保序 后去草务 和解了 你的医生 不但是我们的作为 是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生命 有限就去草务 和解 都是浪费了 神曾经给我一个教导 我感谢神 神很多时候教导我 有限 侍奉神的时候 一边骄傲 我就形容 好像这样 他们建造房屋 建造房屋 建造一天 建造一块墙壁 然后晚上就拆尾 你会不会这样做 你不会 我建造房屋 建造一天 晚上我就拆尾 然后就洗碗 洗干净 又放在 那个肮脏的地方 这个 所有的碗 都要再洗一次 我们不会这样做 这个叫白做 但很多西风 是白做的 为什么呢 他们 做了都是骄傲 为自己 为钱 不跟从神的方法 这样的话 他们所做的 就是白做 做了就是 没有做一样 而且我们西风 是用力量的 用力量 但没有果哨 这样好吗 所以我挑战 挑战 大家想一想 你的生命 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 去草木合战 还是经营保持 是神喜悦的 还是不是神喜悦 如果你有神的生命 你里面的灵 会告诉你的 你的灵会告诉你 你所做的是 出于神 还是出于自己 你所做的 是不是神喜悦的 还是神不喜悦的 我们就在神面前 悔改 求神怜悯 求神帮助我们 亲爱天父我们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改变我们 你赐给我们 新的生命 你带领我们 你鼓励我们 你赐给我们动力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还是接纳我们 还是赐给我们力量 这是你的作为 而且当我们 顺从你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就永存在天国里面 永远有永恒的赏赐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帮助我们 欣赏神 欣赏神 就喜悦神 喜悦神 所做的 就感激神 就活出神的恩典 尊从神 侍奉神 荣耀神 神就喜悦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阿里路亚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个都说 神啊 我反思我的生命 我要建造的 是敬意保持 我要让神做王 不是我自己做王 有些时候 有些人 事奉是自己做王的 自己做王 就很多 很多时候 拦住神的工作 有些人不知道 他们以为 是我掌管教会 所以用自己的方法 但反而是 拦住神的作为 求神帮助我们 除掉我们 所有拦住 你的作为的地方 跟从神 喜悦神 做神喜悦的 神就喜悦 感谢主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你就看到 这个整片道 都是向同样的方向 不要离开主题 讲到这个反面 正面立即 都是讲到这个 这个结果 我们建造在盘石上 然后神的恩典 都是这方面的 不是普通的恩典 是神怎样改变我们 提升我们 赐给我们 恩赐能力 去侍奉神 也纪念我们所做的 然后提醒 警告 都是关于这方面 然后如何 都去建立这方面 这样的话 人听这个道 很明显 他知道我讲什么 他也知道 他需要处理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所讲的道 就是 不是好像 对空气打拳 保罗所说的 我打拳 不是好像打空气的 我是像这样 像这样 不要干几跑 这是我们不但去生命 讲道的时候 也去向着 不要干去跑 感谢天父 荣耀归于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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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